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一报道的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祥 今天我们来说说 尿酸高的人睡觉往往有四种表现 若都没有,臭命身体还算健康 在评论区回复尿酸高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尿酸高的那些事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吃的也越来越好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出现了很多 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 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等等 说起高尿酸 它已经成为了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 尿酸高的人睡觉往往有四种表现 若都没有,说明身体还算健康 一、关节隐隐作痛 尿酸高的人 那么尿酸炎容易结晶并沉淀在关节部位 诱发痛风时的发生 最终会导致关节的畸形被破坏等等 二、身体水肿 人在睡觉的时候 新陈代谢是比较慢的 这时候体内尿酸值比较高的话 那么就容易沉淀尿酸结晶 这样也就会影响肾脏健康 降低肾脏的代谢功能 从而使得体内多余的液体排不出去 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身体水肿的发生 三、平凡的起夜 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难免会有半夜起来 一般晚上出现一到两次是正常的 但如果超过这个次数 并且长期如此 那么就说明有问题了 很可能是肾脏功能异常 要警惕尿酸值偏高的可能性 四、腰部酸痛 我们的肾脏在腰部 而腰部是肾脏的门土 肾脏好 那么就能够滋养腰部 让腰部暖和有力 而一旦出现问题 那么腰部就会因为没有得到肾脏的滋养而变得虚弱 常常出现腰部酸痛的现象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尿酸高的那些事